一半现金一半持仓 那一半持仓应该买什么行业 你刚才说过 一些经济复苏概念 内地的就推介同情艺龙 主要与疫情外转 我认为同情艺龙比同情艺龙好 但两者的分别不大 走势比较相近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 越分散越好 这就根据你的本质有多少 但如果集中一个 sector 其中一个我觉得要有 疫情复苏概念 另一个就是说 今年你没有很大机会 跑出大小的新能源股份 你一定要有的 问题就是 如果你在这一刻 我不太建议突然间 这些位置就开始 突然间想想长线投资 我们向来都是说 你短线炒到一部分利润在手 才考虑去做长线 但假设有不闲钱 突然间想想去做长线投资 一些气候变化的主题 我觉得你无可避免 很多人 如果大家按照股龄 也很清楚 或者你按照接触 你会觉得 今年很多时候大家 为何输钱 就是去买科技股 这十年来 当然很多时候 破坏性创新 甚至股票市场 顺利润上 有Caffey Wood 突然出了力 变成了铝股神 这些关于科技的创新 的确是这十年来说的 最主要投资主题 但问题就是 一个转捩点 就是拜登上场了之后 其实气候变化 是一个市场关注的焦点 譬如在过去十年来说 银行的确是 整天都说 百业之母就是银行 银行花了很多资源 的确是推荐Apps 是 科技创新 Fintech等等 的确有很多相关话题 如果你看到最近一年的变化 银行已经放了很多资源 放在气候变化上面 Greenfinance等等 所以在分散投资主题上 最一定一定要有 就一定是绿色能源的相关股份 而我们之前说的 大唐新能源 中港核电力 中港核新能源 今年上升得很夸张 我也觉得很夸张 但问题就是 在分散投资局 我们说的目的就是 希望跑赢的市场 所以这些股份 暂时来说一定要有 直到有些政策 真的改变 会调整 才想去逐步减次 所以第二方面 你一定要有 新能源的股份 大唐新能源 仍然是我的首算 其实那边表现最落后 但这一刻 你卖一些落后的 起码会舒服点 如果你卖了一百一日 你卖了八个多年 我们当时 一个多月前才说四个多 这些升得太夸张了 我认为分散投资局 我会选择两个 大唐新能源 和579 两个都是 以追落后的心态 来看的 但当然 这就是很留意 内地政策的风险 短线来说 新能源版法 我认为持仓比例 可能是20-30% 20-30% 所以你会发现 投资部署打得很散 之后 剩下什么 就要有一些资源 你始终说 能源格格高期 但之前的 仍然是越散 越好 越集中 越难受到 要看好消息 哪个选择 这些先后次序优先推介 煤炭 近期来说 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 我觉得煤炭股应该要有 第二是石油 第三是油色金属 我会选择铝为主 再下铜 菇等等 那些无所谓 如果分散的话 下面都会有 但先后次序优先三个要有 就是这三个板块 资源板块上 只剩下20%左右 所以正如大约 30-40%左右 做些什么 有两个方法 有些人说 我们建议这些持创 比较中长线部署 正如你可以做短炒 喜欢追随信息 你没有的相关股份 有些什么 我认为刚刚你们推荐的 银行股 你可以有点 近期我们说到 内房股短线博反达 你也可以薄一点 但正常我们建议做 比较短线部署 所以如果你打到这么散 你还要持有50%的现金 你也跑输的指数 证明什么就是 市场应该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 到时候就要再做review 相反地 我觉得指数 如果能守得住24,000 这些水平 应该在这个表现上 有机会跑影响 至少你不会输太多 所以暂时的策略就是这样 我经常都觉得 你做到分散 刚才还拿着比较多的现金水平 配合现金 现在市场发生了些什么 你不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其实你看看 如果你拿着整体的持仓 其实不是这一刻才说 我建议买这些东西 其实过去年 大部分都是说买这些东西 多了一些板块 只是说内房和银行 只是短线部署 中线部署向来都是这样 如果你今年持有这些股份 没有持有科技股的话 其实一直以你头三季 虽然年初至今 行的跌一成半 你也是赚到钱的 所以暂时来说 部署上大致上是差不多 但是也要看一步一步 记住就是说 指数现在就是 接着它守得住 2万4的位置 真的守不住的时候 先看看跌什么 譬如如今天看到的 主要是跌些 在科技股等等 譬如刚刚拿着 你也看到没有任何科技股 你也不需要害怕 但当然如果突然间 那些新行研板块 使得很厉害 或者一些旅游复苏概念 使得很厉害 那你就要看看有什么变化 是否有些新的疫情 在这里 其实你看到以往 譬如同情侣那些 都大上大落 但问题是 有疫情的消息 绝对有大把位置 让你走 譬如那时候 炒到上二十多元的时候 然后Delta变中病毒很厉害 我们也开始有些确掌数字 到时候便走 到时候可能等市场 淡化一点的时候 再找个支持位置 做到支持位置 我都不是在15元最低的水平买的 你总会在回升那段时间 才慢慢去上方斜 所以维持一些 比较弹性的步骑策 在这里 短线分散投资 就刚刚说过那几个板块